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怕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今天是礼拜五 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我们每逢礼拜五 除非有不可抗力的这些政治话题之外 我们大部分会安排比较轻松的话题 刚刚大家也听到 这个江玉成总经理 他提到他的这个退休生活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建议 那我们这个第二个小时 我们后段我们会安排 一个全责照护的观念 是邀请到前恩主公医院的 副院长周兆芳女士 因为他早在台大医院任职的时期 他就推广这个全责照护的这个概念 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 我就要先讲 是因为我怕我得消忘记了 我整个听完他 他整个大概的想法 那需要一些导读的 比如说什么叫全责照护呢 就是说以前呢 或者是你们还没碰到 那我倒是碰到了 就是父母心重病的时候 他们在医院 我们由于工作 我们没有办法分身的时候 请外劳 他们可能又不是专业 没有受过相关的专业训练的 没有办法在病床旁边帮我们照顾 所以呢 会面临到就是我们要请专责的 就是由医院他们委托其他公司 他们提供在院所里面 你可以提出申请的那些专责的照护员 那可是呢 这个所费不支 就是说可能你一天寄费是 就算是寄小时的 可能要花到一两千块钱 甚至比两千块还要高的 这样的一个费用 那这样子下去你可以计算 如果像我父亲一年多的这样一个时间 我们兄弟姐妹整个跳下去 提供金援 可是还是觉得吃力 所以过去是面临的一个 一人重病全家倒的这样一个局面 那所以周兆芳女士 她延伸其他国家 早有国家在做的这些经验 那或许在推动链鱼 这个到此刻为止 已经有台湾少数的医院 已经上路了 可是她不管是哪一次总统大选 或台北市场选择 她都会积极地游说 当时候的这个参选的候选人们 希望他们能够接受 可是我整个看下来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 按照周女士 她的概念是政府医院跟照顾家庭 必须要分择 把这个经费也分摊 譬如说政府是四 医院是三 或者是照顾家庭是三 这样的一个比例 就是说政府负担四成 医院加上照顾家庭 负担其他的六成 那这样子的话 有几个疑虑 虽然照顾着这个家庭 他们的负担少了 钱不用出那么多 只要出在 你看两千块的三成左右 这样的一个经费 可以减轻非常多家庭的压力 但是医院基于 医院成本 他会能够接受说 出其他部分 比其他相当比例的钱吗 那还有政府出钱 其实就纳税义务人 他们缴税的 这样的一个金额里面 在拨 在提拨过来 在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能够全 得到全民的一个赞同 这个都是未来还需要 有一长段的路要走的 所以这是一个 全责照顾概念 意思就是说 以后不必有家属 或者说 就算你要委托 你也委托 由医院 他们训练的这些 专业人员 由这些专业人员 帮我们照顾 那至于前 我刚刚讲了 按比例分摊 这是他的一个 趋近一个 比较理想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等一下 二三四段 我们听听看 周女士她 怎么样来 推广 这样的一个 全责照顾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还关切 这两天发生的新闻 首先是民进党 他们的选队会成员 他们在前天晚上去 跟这个柯文哲市长 见了个面 所以引发外界 非常多的猜测 说到底 要不要 这个礼让柯文哲 或是由民进党 在基层 庞大的压力下 自推人选 出来参选台北市市长 今天我导师看到 段一康他在脸书上 他说不必辞 不必赌 民进党一定会提名 台北市长 是不是他叫我们不要赌 或者媒体不要赌了 或者说有人赌 说我一定要持续什么 如果我输的话 等等都说 我们不要赌了 说民进党一定会提名 台北市长 那如果这样的话 民进党 不管是 杨文志 或者是李俊连 他们必须经过一个类似初选的机制 那到底谁会出现呢 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个可能就是说 如果柯文哲都不礼让了 跟你们没关 跟民进党没关了 那为什么选对会成员 要在做出决定之前 要去跟柯文哲要谈呢 谈些什么 那我们看到柯文哲市长 他事后的谈话 他又重申了那一句 就是说 大不了我回台大去当医生 那有点壮士断腕的 这样你的一个说话的方式 那是不是给人家感觉说是破局了 就说你们派人我也选 这样子加上丁手中的话 可能会双双落选 柯文哲或者是民进党的提名人会落选 那可能让国民党鱼翁得利 那他如果一旦落选 我大不了回去当医生嘛 人民党会多想啊 不管你选上或选不上 你大不了可能会选总统了 他们一律是这个 那可是柯文哲他也转述说 他感觉到选队会跟他接触的时候 压力非常庞大 所以民进党也要对他们的支持者有交代 所以他们自己内部会议的时候 说有一个七成基层民意 民进党支持者都希望他们自体人选 说这个压力庞大 可是呢 他们也要根据一些民调 就按照民调 我说实在民进党真的是太乐观了 也太相信这个他们自己做的民调 说定手中只有三成 然后呢 杨文志从一成多已经爬到二成五 那柯文哲大概是三成五 那你想想看 三成五加上二成五就六成了嘛 过去历次的台北市市长选举 你可以打开那个得票率的分析 民进党选最好 就是台北市市长陈水扁当选那一次 是四成七多一点 四十七趴多一点 那国民大选的最好就是马英九跟好龙兵 大概都是过半 过半接近 甚至有接近六成的 所以就算是柯文哲上一次选举 他打破了所有历来 传统的分析跟整个那个版图 可是呢 现在局势有所变化 就我不用赘述了 丁守中 如果在尤其是有这个把管事件的一个刺激一下 他是在台北市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 我们讲的选票分析的结构下面 他去选 那他只有三成吗 那姚文志加上这个 呃 柯文哲 柯文哲重视啊 他的策略是选票极大化 他要拿的是中间 浅蓝绿 然后还有这个绿的 呃 这个选票的这个作为基础 当然他标榜是说中间跟年轻人 尤其年轻人是他铁粉 那 选战应该打蓝绿分边 还是会有蓝绿分边的 可能性嘛 他的选票 多少是空气票 如果抽离之后 那 再加上绿营这边分裂的话 再怎么样 都是两败俱伤的局面啊 所以你知道 呃 没有那么乐观说 柯文哲的票都会倒到姚文志 或者说 姚文志呢 在这个跟柯文哲分裂的情况之下 他还能够呃 扮演那个最强的 能够让柯文哲边缘化 因为柯文哲你再怎么撤他民调 大概都三成左右了 那 不能够边缘化 那民进党的票一定是被切一半嘛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是蓝营 他们如果团结的话 那蓝营是 目前是 情势大好的 所以我们看 如果根据民调 或者根据 呃 另外一份民调说 有基层的反弹 那可是呢 如果呃 如果在 相对来讲 按照这个民进党基层反弹 其实是真的蛮激烈的 那勉强去礼让这个柯P 未来怎么合作呢 哦 还是逼他说 一定要出面讲一些话 呃 头低一下 呃 比如说有先前传出来说 今天晚上 阿扁前总统 他会有一场募款餐会 是不是由柯P到那个场子里最适合 他去讲一些什么台湾价值 台湾精神等等 这样子呃 原先民进党之神 就可以接纳他吗 后来这个安排是破局了 我在猜 不是因为群美奉要去抗议 而是因为阿扁的场子 没有接受 没有完全的接纳度 是接纳柯P 能够这样谈去讲五分钟嘛 所以这边破局了 好 所以未来这个到底是情况如何呢 大概决定就是在五月中以前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讯息就是 我们昨天谈到了 赖清德在五月一号以前说 我们现在劳工平均薪资 已经达到四万九千九百八十九元的历史薪高 结果呢 台湾劳动党 他们利用主计总处的辛勤平台 心是薪水的薪 用网站试算 认为全台将近有七成受雇员工的总薪资 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 所以数字会骗人啊 说赖清德太乐观了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讯息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点到为止 或许我们下礼拜再集体直追吧 呃 林静盈立委 民党立委 他在咨询的时候说 晚上十点限电啊 大家好 回去生孩子解决 顺便解决少子话的问题啊 结果呢 昨天搜回来了 说我是反凤 你认为是反凤吗 您接受这样的说法吗 是不是太天兵了 呃 如果这个过去民进党有三宝 现在女性这边 现在有一宝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这段广告马上进去 我们第二个阶段 我们的人物专访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POP抢先报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 邀请的是 恩主公医院的前副院长 周兆芳女士 呃 周副院长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 为什么要邀请周兆芳女士呢 是因为 她过去呢 长期推动 全责护理的 呃 希望有到 有交易日能够成为国家政策 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面临家中的长辈 她如果一旦住院 而且是长时间住院的话 要这个申请一对一的看护 那一天呢 要花上2400元 这个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讲 都是沉重的负担 那我们今天请这个推手 周兆芳女士来跟我们讲 如何能够解决一人住院 全家岛的这个局面 呃 这个兆芳 呃 老师 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就是说您的这个过去的背景 好 那跟您学医的过程 好 谢谢主持人 还有大家好 呃 我 嗯 毕业以后就在台大医院了 是 但是我是台大护理系毕业 然后我们学的护理呢 是完整的护理 嗯 结果在医院里面发现呢 嗯 我们所学呢 没有用 嗯 因为 在医院里面呢 照护病人的居然都是家属 是 多半是家属了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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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早期更糟糕了 那个护理人员非常少 嗯 那 呃 那每一个病人呐 家属都一堆啊 嗯 大家都轮流来照顾啊 嗯 那那个 那很多那个 护理工作我们训练了半天 我看他们都不会做 嗯 然后护士呢 要花很多时间去教 嗯 然后教了呢 他又换了家属 嗯 又重教 嗯 常常呢 跟家属都有一些纠纷 是 常常护士都在床边说 刚刚才教了你们 怎么都不会又弄错啦 什么什么 而且哦 护理人员 有时候更少的时候呢 连很多医疗工作都推给他们做 嗯 所以我觉得对病人也很危险 对 对病人 对家人 嗯 对 尤其对你们这个整个护理系统 对 对护理系统哦 才会造成所谓的血汗护士啊 是 本来他的那个照顾病人的人数就很多了 嗯 然后又要花很多时间 一个一个家属去教哦 嗯 花太多时间 而且护理人员不是看护 对不对 如果你们花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精力在这边 对你们也不公平 对不对 是啊 那事实上是做不完的事情啊 是 那个那个事情根本做不完 所以呃 总理是您是在台大任职期间 您就开始推动 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全责护理这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就是医院应该负全部责任来照护病人嗯做完整的护理工作 那内容包括 内容就是所有的那个病人的照护啊嗯生活照护医疗照护全部都应该是由医院来负责嗯但是这个工作在全世界嗯你要先进国家哦 都不是全部是护理人员跳起来做了嗯嗯 护理人员是这个照护的团队的leader嗯 他有有责任他要负责的嗯可是实际上操作的时候嗯通常至少是分两两个阶段嗯 嗯一部分比较基础的基本的护理嗯嗯是呃世界各国哦嗯嗯像那个美国他就叫Nursus Aid嗯就是护理助理员啊嗯嗯 Nursus Aid 嗯可是最近他们说Aid不太好听他们改成Nursing Assistant Nursus Aid就是护理助理护理助理然后呃那个我去英国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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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认为美国的制度比较好 就是说他的那个Nursing Assistant 这个护理助理员 他有一定的比例 那那个护理人员跟他所照顾的病人的比例 也是全世界大概最好的 因为周女士你曾经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 所以你也深知美国医疗体系他们是怎么进行的 所以您在那个民国七几年的时候 在台大医院实验性的推动这个全责护理 那时候你怎么落实呢 那个时候那也是人力 我只能拿到正式护士的名额300名 很多 是我要求说 因为你搬到新的医院 变成是新旧变成两个医院 变成那个住院病人加倍啊 我不能到时候呢 又请了一千个护士 每一个都是伸手啊 所以我一定要先进来一部分的病人 那个护理人员慢慢训练 他跟着我们这些资深的护士学 到我们要搬迁变成两个医院的时候 我也储备了一大半的新的护士 你怎么训练他们 通常这个训练是各家医院都知道 就是说都熟悉啦 就是说那个新进的护士呢 他一定要有人带着 对那个我们这个我们自己医院护理的作业 都有我们各自的标准嘛 我们的标准他一定要熟悉 然后呢 我们会给他上课 就是一些规定啊 或者一些理念啊 各家医院大同小异啊 但是不完全一样 好 那医院一定会觉得负担沉重 因为护理他照护的层面很广 他并不只是在照护住院的病人身上 那你后来是如何把你储备的这个护理干部 用在病人身上 而达到就是说 有点像看护的性质呢 哦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这样 不是不是说像看护 而是说呢 提升整个临床的那个护理品质 是因为他需要判断 需要操作各式各样的护理基数啊 那假如是我们那个正式护士毕业的话 这些他都是熟悉啊 你不需要不需要教 不像看护哦 看护他是可能是初中毕业小学毕业哦 很短期的 嗯 以前还没有训练 到我们医院来才教他说要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我们规定你这个看护公司有赚钱啊 你一定要先筹备 逼人训练好 这个训练的过程要跟我们医院啦 嗯 嗯 结合 就是要合乎我们的标准 就是说您用你的护理人员 跟后来专责的看护 嗯 你们中间产生一个关联性 哦 产生产生一个合作关系 好 我们就下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崩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爆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前恩主公医院的副院长周兆芳女士 而且周兆芳女士她曾经获颁非常多的奖项 像她就曾经因为推这个全责护理而获得热爱生命奖章 刚刚副院长聊到就是说 我们早期哈 就你形容 那个进入病房 有时候家属手忙脚乱也不会 你再怎么交换的人再交又不会 所以形容说是整个病房像个菜市场 闲杂人等进出 可是对病人未必是有好处的 所以您到这个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您在台大医院的时候 您就跟院方争取至少三百个人 我把你训练 训练到就是说 三百个至少三百个人的护理人员投入以后 您想达到了一个全责护理是什么 就是呢 现在我们床边有家属照顾的照顾 有的家属没办法照顾的时候 就花钱请看护 有人用两千四 可是有人就说那我们共享 现在有些医院也先推 那我减半 因为有其他的这个补助 所以我们一千二 或说我们四个人分摊 我就可能不是一对一 一个家属就要负担一个月 一天就要两千四 但是您希望达到了一个全责护理 是希望政府可以救救那些 没有钱 可怜的病患家属 就是有我院方完全单纲了 这个情况出现在哪一个情况 哪一个时期 就SARS的时候 SARS你病人逃那里 只能用院方单纲啊 你家属进不来的时候 所以像包括花莲 包括有SARS的 像台北市立医院等等 所以就曾经办理全责护理 可是非常你可以先讲一下 现况是如何 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全责护理 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我们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要出钱吗 还有用什么方法在照顾病人 大家好 我们这个医院的那个 那个住院病人的护理照护 一直以来可以说都是靠家属啦 因为呢 医院的那个人手就那么几个护理人员 然后呢 家属等于是医院的这个无薪劳工 他一进来就是要你做这个做那个 然后家属说 我没有没有时间来 我家里没有人手 那你就要请那个看护啊 可是一开始还没有看护制度的时候 是有钱人到我们医院去争取啊 他说我们有的是钱啊 可是你要我们找人来 我们就是没有人手啊 是是是 大家都很忙啊 我出钱你去替我找啊 我们医院就就开始公告 请外面的人啊 有空的那个中年妇女呢 有带过小孩经验的比较好呢 就这样子叫进来 后来很快呢 这个生意相当不错 那个时候刚开始是狮子大开口啊 一个人要求一天多少多少 医院也不管啊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 对 你们谈好价钱 你们自己去去雇用 后来就有看护公司出现了 那如果有看护在那个时段里面 护理人员就不用忙了吗 护理人员有护理人员很多 他们需要的断者 那个医疗的工作要做 而且他们做的 他们的那个对象 这个病人人数很多 他就医疗啊 就是很基本的判断 这个生 这个生命迹象啊 这些最基本资料的收集呢 常常都会来不及 那如果没有看护家人无能为力 有碰过这种病人吗 有那也是家 那个护士要去承担 那护士承担的话 那就更忙 就更要加班呢 他们说血汗护士 血汗护士就是这样来的 那抗护进来以后 因为我父亲住院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个价目标 哪一家公司你可以打电话 他们会叫你自己请 抗护他们主要负责什么部分 抗护来就是 我们在护理的专业 我们叫做基本护理啦 就是生活照护这部分啦 但是也需要护理的很多的基本的技术 但他的公司帮他训练好了 他要要训练 早期还没有的时候 当然病人很多抱怨 我们护理人员看在眼里也不行啦 弄得病人很难过啊 而且还感冒啊 什么发生很多的病化症等等 那后来医院就不行 就是说抗护公司我们要管 要有合约 然后才开始要求他们 抗护要先有训练 而且经过我们核准的训练的机构 然后他们的水准大概可以 才有接受 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抗护公司啦 所以就你就可以选啊 选择了 选择他的那个条件 比较合乎我们医院要求的呢 你才跟他订合约 至少医院可以把关啊 订的合约是品质提升的 对对对 然后你病人一住院 家属就说我家里没有人手可以来啊 那医院就说那你就请康护啊 医院就帮你打电话到康护公司 康护公司就说 看你病人几点开始 要我过去就过去了 那就一天两千四 那你觉得共享可行吗 减轻经费 我现在已经在推动 因为那个 恩主公医院 恩主公医院是全院 已经推了十几年了 然后后来呢 我们因为政府也没补助啊 那个经费也有一点拮据啊 还有医院嫌赚钱赚太少 所以呢就我就建议就说着收一点费用啊 不要说那么贵 而且呢你这个康复的制度 他有钱人他当然他花钱他就是一对就是要照顾我啊 有钱人可以一对一啊 对 所以就变成都是一对一 那如果是共享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就呃就是呃在十几年前其实那个时候的卫生署 他们已经有一些计划呢 鼓励医院事办叫共聘制度啦 共聘制度 那共聘制度的话就减轻病人的负担啦 那其他的要求都一样啦 就是说你康护公司要训练啊 这些要求是一样的 意思是说 至少是减少这个经济上的负担 意思是说这康护不是只对一对一 对 就我一个康护可以服务四个病人假设 八个应该都没问题 那我们分时间就对了 对 哦用时间 呃 还是说我们共同聘请 共同聘请 共同聘请 对对 共同聘请 是 那所以我是主张就是说呃这个共同聘请的idea是来自我们比较弱势团体哦 比较需要嘛 那有钱人他一天两千四三千他也也不觉得有困难的话 嗯哼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哦 嗯哼 阻止啦 嗯哼 然后 我们对那个弱势团体呢 嗯哼从健保床开始 我们那个健保床啊都是三床一间或者四床一间最好了 尤其是四床一间的呢 一个那个我们叫做照顾服务员 照服务员的话 他很喜欢 他说我就在这个病房 一次解决了 哎我都看得到这个四个病人这个需要什么样那个需要什么 不用跑来跑去 不用跑来跑去 嗯哼 那那个护理人员嗯 当然你照顾务员跟护理人员一起工作的时候 责任还是护士啊 护士告诉你说你能你这个病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他都要听啊嗯 那可是我指导你做嗯你做不好哦嗯当然你也要负责啦嗯哼可是假如我没有认为你该做你做了嗯你做错了当然是你负责嗯哼就是这种关系之下哦嗯哼 здоров啊那医生股员就能做错了嗯哼就是不错啊就是这种可能负责aran else嘛 因为你那个新的医院 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盖好 可是我要准备 要准备人力 先训练好这一批人 但是这个等待的期间 我就开始病房了 开始准备 试着集中在一个病房 做全责护理 那安主公医院您曾经服务过的 有全责护理有落实吗 是落实 因为我已经有台大医院 两个医院的经验 所以安主公医院 我是提早退休了 到安主公医院的时候 我就要求董事长 就说你假如要我去帮忙 那我有一个条件 你要让我推动全责护理 我说这个对民众非常非常好 他说这个好事 他就答应了 答应的时候 我们医院一开始 卫生局只同意 我们先开120床 我招40个造福员 然后训练他们 他们技术很好 而且跟病人家属的关系非常好 因为我们规定他不能离开病床 他不可以到护理战 他有什么事情是要跟护士报告的 所以还是有护理员之外的造福员加入 才能够落实这个全责护理吗 对对这个制度 全世界都是 都一定要有护理的助手 只有护理人员的话 因为护理人员的教育背景 现在都很高 而且薪水也很高 我们也请不起那么多护理人员 来做全责护理 所以所有先进国家 他都有护理的助理 是理解了 那这些助理呢 就是跟护理人员呢 就一起一起照顾 所以护理的那个 所有的工作呢 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需要判断医疗 比较那个需要高深知识的这部分 绝对是护士的工作 可是呢 一些基本的生活照顾啊 一些基本的护理技术 方面的这个操作呢 这个护理人员要指导 要监督 他们做的对不对 做的好不好 但是这部分呢 护理人员可以完全交给他们 好的 其实周庄黄女士呢 她曾经为了推广全责护理 她进行环岛的宣传 结果由这个周大观基金会 创办人周敬华陪同 曾经到过花莲医院 包括慈悸啊 国军花莲总医院等等 许多的护理师都前来伸远 而且是举双手双脚赞成 那她受访的时候曾经说过 在SARS之后2003年之后 台北势力医院 其实就已经办理过 全责护理了 但是近来因为经费短缺 担心无以为继 她曾经跟这个台北市长 柯文哲沟通过 那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进入广告 马上回来再谈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专访的是 全责护理的推手 周兆芳女士 我简言 全责护理制度的建立的目的 其实为了洗刷 我们刚刚讲的医院病房 像菜市场一样 这是国际的耻辱 那第二个是加强院内的感染控制 因为如果你病人家属 在长期逗留 进进出出的话 这是值得重视的 第三个 有很多可怜的病人家属 他们不能放下工作 或者他们本身就是经济弱势的 那长期照顾也有精神紧绷的 这个状态 这是照顾者的一个悲哀 那这是也必须注意的 第四个 刚刚已经谈到了 如果医院他想说 哇我的护理人员全部都是 落实这个制度的话 我会有我经济上的压力 好经营上的压力 但是刚刚提到的是说 我们可以训练部分 有训练阵兆的互助 就像帮手一样 我如果加入 那我非但可以增加这个机会 我还可以辅助护理人员 专业的 我可以做一些真正照顾的这个工作 那我们现在来谈到 其实周女士 那现在就是经费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你最理想的状况 是希望说健保要不要给付 国家怎么负担 病人怎么负担 医院怎么负担 是是是 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谢谢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话 就很快全国都可以推动了 那 那你看那个康复 一个是两千四嘛 实际上呢这个他们人力呢 一对一太浪费了 那一般的话呢 一对四一对六一对八 甚至美国他法律规定 像加州的话 一对十三都还是容许的 那在安水公医院那个时候忙的 后来病床一直增加 但是那个人力呢 我们还没有一时之间可以增加的时候 我们的照护员呢 一个一天白天照顾二十个呢 他们都可以很顺手的 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 只要训练有数的话 对那他们都很熟练 那家属是来探病嘛 可是家属呢 看到那个我们的康复 那个照护员 做得那么好 都非常感谢 他们出院的感谢性 第一个居然是感谢那个 护理助理员 他们说他们都穿紫色制服 我们都喜欢叫他们紫色天使 跟白衣天使一起工作 把我们的照护做得那么完整 对那就我来讲的话 国家有国家的预算 你投入这个相关的 我们讲这个预算 他其实也有限的 而且我们还要防疫各方面的 那现在健保是没有在全责护理里面 任何经费吗 护理费太少 那您的比例上 您认为我们讲 怎样促成全责护理 因为对家属是一个福音吗 对不对 对那因为家属呢 他会放弃工作来 我也问过计程车司机 我是说你一天赚的钱 假如你那个长辈住院 你一天交个八百七百 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我宁可交这个八百七百 我还是不放弃我的那个 那个一天的那个 计程车的这个收入 因为他要养家嘛 对 他要维持基本的正常日常生活 而且可以 可以雇到两边 但是假如呢 两千四他就有困难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推的 照护师也帮忙在推了嘛 所以呢 我们是鼓励各病房 自己呢 从健保床开始 四人一床的呢 现在很多医院呢 那个白天 一个照护员 照顾四个病人 他们觉得非常顺手 他们觉得 这个工作呢 做得非常的 让他们很有成就感 那也不觉得辛苦 虽然不像那个一对一 那么轻松 赚那么多钱 但是呢 他们一天照顾四个呢 没有问题 那晚上的话呢 照顾八个 他们也觉得可以接受 所以周女士 你的意思就是说 健保如果纳入 起付的话 这就代表国家有负担了 那医院也要负担 病人理当负担 病人家属 所以您的配置比例最好是 几层几层几层 我本来的想法是想说 现在不是健保 几乎每一项都有部分负担吗 那部分负担是20% 倒过来 只要病人这一部分 交百分之八十 但是健保补助的这一部分 百分之二十 是不是健保局 健保署可以接受了 好 这是一个难关 对 我们必须要讲 就是说如果按照周小芳女士 她认为健保给付 国家负担四成 医院负担三成 病人只需要负担 部分负担三成 对病人 你所有的计划 这个理想国的计划 全部都是站在病人家属 跟病人本身做思考 而且你也不管医院 其实医院也会挨挨挨 对吧 医院经营成本资助比较 我现在的那个做法是 不要让病 不要让医院负担 就是说至少打平 打平 对 就是说医院 但是只有那个秀传医院 她说没有关系 我瘦600 医院确实要补贴一些 她认为对病人好 她补贴一些没有问题 那就是 除了家属 病人出钱 一天600以外 不够的钱 都是医院负担 这个是秀传 我认为她是 就看其他医院 如果愿意 最难得的一家医院 对 如果医院要负担的话 也可以 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邀请到这个周兆芳女士 来谈谈 因为她过去真的是 很大力在推动 这样一个制度 还曾经拜会 总统候选人 我们刚刚讲的台北市长 这个柯文哲等等 那希望把全责 她的护理纳入国家重要政策 如果一旦纳入的话 我想是全民皆福 全民之福 那也是周兆芳她在她的整个历史定位上 她是很重要的一集 今天非常感谢您 谢谢 谢谢 但是我是希望 健保这么困难 可是我们的二代健保 为什么不继续了 因为在健保是剩很多钱啊 我是说 是不是二代健保可以 补充保费 减少一点保费 减少一点保费 可是本来就有剩余的钱 转到这边来啊 我是希望 健保署能够帮忙 这个忙 其实不是帮我 是帮我们全国民众 其实周阿姨今天讲的 这次足迹 而且每一句我听来都非常悦啊 今天非常感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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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 接下来请收听 联丸强厂性报告 跟Danny主持人 音乐123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